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我剃功SOHO 首先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遲了一點 因為收工晚了 現在一收工 我們就馬上回來我自己的Studio 幫大家錄影 今天是2021年3月16日 亦是快必被還押第189日 萬必被還押的第16日 我知道今天很多朋友都看到一宗新聞 就是關於現在收額的人士吃絲飯的問題 很多朋友都看到 原本絲飯那裏由四款送 就變成只可以選擇 一是肉食一是齋 選擇就少了很多 其實我們在外面的人 就會覺得有點不服氣 因為你知道 他們在裏面的朋友 其實有時候都蠻豁達的 有得吃或者沒得吃都沒所謂 因為反正都蠻貴的 好像萬必一樣 他剛剛進去赤柱的一個星期 其實他都是吃工飯的 他亦都覺得沒什麼問題 不過如果有司法這個選擇 在這個時候有得選擇的話 選擇司法就可以叫做好一點 但又不是一定必須的 但現在懲教的做法很明顯 就是等於變相好像折磨大家一樣 原本大家知道過去香港 這麼多年來被還押的人士 都是有這個可以叫做司法的傳統 以前有些歷史因素 就是可能說 因為以前那個監獄的線食 沒有那麼完備 所以一直以來都有傳統 可以讓大家叫做司法 但現在突然懲教 處長就說 有安全隱患 有風險危機 一直都很高風險 你吃吃吃吃吃也不好 就說這些 但是很明顯大家都明白到 因為現在多了這麼多政治犯 多了這麼多這些 因為政治案而還押的人士 其實他們已經沒有什麼自由的空間 在這段 你說他被現在這樣收押 我們當然覺得不合理 這麼早 很多律政司又沒有齊政過 又沒有做了搜證 就要將他們收藏 我們覺得不合理 但很明顯 這也是一種對他們的 其實是一種折磨 現在還要連吃飯 都剝奪他們 所以是很不值 而且最不值的是什麼 就真的很貴 這個司法 好像我之前和大家說過 快必 那裡是八千多元 一個月 萬必赤柱又貴 又要萬二元 羅湖那邊 即是袁家衛那邊 都說他那邊 都要開支大概萬二元 一個月 其實是不便宜的 如果那個人沒有收入 坐牢 如果他能夠支援 或者有人支援 的話 其實真的是很貴 這件事 而且我聽 Tiffany 女子監獄那邊 那些朋友轉述 他們最慘的是什麼 好像女子監獄那裡 你聽到快必 或者萬必 他們都會撞到一些47案的人 因為男士比較多 但是 去到羅湖女子監獄 好像袁家衛那些 其實他撞不到自己人 即是他連說話 聊天的對象 或者去群體活動的對象 都沒有 沒有一些相熟的人 都是跟一些不認識的 其他案件被還押的人 或者被囚禁的人 是一齊的 所以其實 女子監獄那邊 是更加可憐的 可以說 總之 司犯那裡 是一個收緊 有些人說 接下來 是不是會將他們 本來單獨 變成了兩人一間房 有好有不好 你可以說 但是 始終如果 住慣了一個人的人 你又要這樣 將兩個人 放在一個環境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實施 但是 我還沒聽到快萬必 暫時有這個情況 暫時都是司犯那裡 因為你聽到的情況 就會知道 就已經是 由四個選擇 變成兩個選擇 但是 如果你不吃齋 那就只剩下一個選擇 或者 這一種狀況 都是 可見的將來 都會持續的 所以 現在的狀況就是這樣 把這個無奈告訴大家 另外 第二個無奈 不是無奈 我自己擔心 一直以來 我都跟各位朋友說 我這個替工 一定沒有他們做得那麼好 但是 既然他們交個YouTube Channel 給我 去叫做替工 我都希望 將他的收視 盡量維持 交給我的時候 那麼多 平均萬必的收視 就是一萬左右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盡量 令到那個收視 保持著 有一萬 因為剛剛 上一次的影片 好像前幾次那段影片 我看都好像不夠一萬收視 這是純粹我擔心 其實可能萬必都不介意 都是隨緣的 這些事情 直到沒有人聽 沒有人聽 沒有所謂 但是 我自己有個責任感 就是希望可以盡量維持到一萬收視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都是那句 每天十分鐘 可以了解到他們的消息 其實 都不是一個很重的負擔 希望大家幫幫忙 當然 當然 還有我自己也有個YouTube Channel 待會我們都會說一些議員助理的事情 因為今天會有個我的前同事 都是萬必的以前的議員助理去探望他 我自己就是有個YouTube Channel 在過去這大半年 我都是有經營開我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雖然不是全時間 因為我自己另外有份工作 但是 都可以為我現在不是很穩定的生活 叫做有些幫忙 亦都是我興趣 希望大家可以去我YouTube Channel 按個訂閱按鈕 或者你在YouTube打Soho 你已經找到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這個亦都是 事不宜遲 就說他們兩個的最新狀況 巡例都是先說萬必先 今天 正如我剛才所說 去探望萬必的 除了施君 就是我的前同事阿水 我看到有些留言問 施君是誰 為何天天探望他 不用問 還問來怎麼鬼 施君去探望他 另外 我的同事阿水去了 阿水很友善的 個人也很勤力 很盡力 所以我們 阿水是一個很好的同事 去探望萬必 當日應該這樣說 在去年的9月份 其實我們 我都說九成九個同事都支持萬必 支持他的決定 即是他決定不現任 我們都很支持 那麼萬必 他都很有心 今早早一早 就在七點鐘 已經去到海洋公園 等阿水君一起搭小巴進去 跟阿水君認識了之後 誰知很久都沒有小車子 最後要截的士 有些朋友 建議他下次試試巴士 因為巴士都能進去 今天算是等得快 八點鐘去到排隊登記 九點幾 就已經可以見到萬必 斯君說 快了很多 希望以後都這麼順利 那麼 昨天和大家說 那個字典 英文字典 的問題 斯君由於 入不到 中文那個眼皮 他就變了不可以 一起入英文字典 他走的時候 亦都忘記了 之前那本英文字典 留在卡塔裡 幸好那個懲教職員 都幫他保留 今天就收回 可以等到軟皮的中文字典 才一起入 那本字典 阿水呢 看到萬必 就問萬必 現在那個環境 會不會很熱 因為這幾天 天氣開始有些濕熱 萬必說 雖然這裏的牆身 是很厚 又沒有窗 但都幾通風 暫時來說 不會覺得熱 但遲些夏天 就不知了 那當然希望萬必 可以5月31號 那時候可以出回來 那 萬必說 昨天 吃絲飯 晚餐有燒雞 和油菜 居然還有合掌瓜湯 味道叫做幾好 也都不要求那麼多 那阿水呢 就跟他說 自己在學做中式點心 希望萬必可以 出來之後 就試試他做的點心 那我們的舊同事 即是前同事 離開了萬辦之後 很多朋友 都找門搜藝學 好像阿水 他就學中式點心 那我另外有個 舊同事 葉仔 他就去做廚 他就喜歡做食 那有個同事 他就學中 裝修 那些工程 都是希望可以 離職之後 找一口吃 除了我之外 大家經常見到我 其實我們很多前同事 都很努力 找不同的工作 或者學中一些新的技術 希望阿水 可以很快 可以把點心 給萬必試 說起師範 那部分 其實剛才我都說了 基本上 萬必 他現在都是 跟我們說 他的餐單 原本有三四樣東西 選擇 現在變成兩樣 還有飲品 那裡有限制 原本可以選擇 領兵 有子物 每天 現在每天 每天 只可以 其他飲品 都欠逢 都不會再有得選擇 所以我跟各位朋友說 就是 原本我們叫這些食物 你聽到都知道 應該是茶餐廳的 那 所以 叫領兵 那些領物 那些 理論上都應該可以叫到 但現在 不單止 連食物的款 都減了 連這些特別的飲品 都沒有 可能只可以叫普通茶 領茶 奶茶 那些 當然 不是說什麼 但 很明顯 都是一個收緊 好了 萬必這部分 說完 就輪到快必 快必 今天 就是家人去探望他的 見到他們很高興 立刻 就訴苦 說自己搬了新環境之後 早上 還未有一個 很普通的 很固定的時間 所以 就很頻迫 一做完運動 薪都未充 滿頭大汗 又要去趕著見家人 因為怕他們等得太久 但今天 10點左右 去到12點 就可以探望他的家人 等一會 就可以見到快必 拘留人士多了 每層樓都有師兄協助新師底 快必 是6樓的師兄 摩哥是7樓 胡前主席 就是8樓 即是智偉 快必說 覺得6樓比8樓 骯髒 近日出現了很多小強 隔離房 CK的房間更大 他說 他房間發現了十多隻小強 於是大家嘗試用傳說中的秘方 爽身分 驅小強法 其實都沒有其他材料 所以只能用爽身分試一試 行不行 就遲些告訴大家 快必知道赤柱 萬必那邊有靈異事件 他說 麗之國最近都好像有點疑似靈異事件 他說 聽到有些穿著膠袋的腳步聲 好像隻腳套了膠袋的腳步聲 不過大家都不是太害怕 因為旁邊有一本聖經在手 快必和萬必都有宗教信仰 應該不太害怕 更何況萬必發現那隻老鼠 快必就說 跟囚友吹水的時候 尤其是一些政治犯 有些囚友說會考慮離婚 還笑言叫自己老婆做未來前妻 快必就說叫老婆做回女朋友不行 不用這麼悲 對於石牆裡 大家都保持著這種幽默 可以聊聊聊 至於為何要結婚 或者為何要離婚 我想不同的囚友有不同的考慮 我聽過有些 有些 之前不是47案的政治犯的朋友 他打算跟女朋友分手 因為不知要搞多久 無謂好像擔誤了別人 所以很多這些故事 可以看看 將來都會有人說回來 不過當然是一件很慘的事 輪到快必講的時事評論 他說今天看到報紙 看到張炳良說 社會上仍有部分認同泛民的支持者 所以應該被泛民入閘 贏到一些位置 所以泛民的朋友不用擔心 你們還有政治空間 這是張炳良的說法 前局長 也是前民主黨的成員 前匯店 快必說 終於找到垃圾中的垃圾 和奴隸中的廢柴合體人版 他這樣評論一下 張炳良 讓我們轉達給大家聽 最後 呼籲大家 如果想寫信給快萬必 可以寄去九龍灣雲光道7號 輕力工業中心 輕力工業中心的6197 給我們的義工朋友 集合大家的信件 寄去監獄 另外我們知道 有些海外的朋友 如果寄信不方便 例如你這個空間鎖了 你可以直接電郵 寄去admin at peoplepower.hk 就是人民力量的Facebook專頁 也可以找到這個電郵 我再說一次 是admin 即admin admin peoplepower 即人民力量 dot hk 電郵到以下的電郵地址 我們都會有人力的朋友 幫你把這個信 傳記給他們兩個 好了 今天的快萬加麥爹 錄到這裡 希望大家 最後呼籲 記住 記得每天來 用十多分鐘 今天長一點 就可以聽到他們兩個 最新消息 最新的狀況 我知道 不是很多 47案或者其他政治犯的朋友 可以有這麼多朋友 幫他準備這些報告 他們兩個都幸福 當然最好希望他們盡快出來 但真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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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道 我想想想其實都不是必然 因為很多朋友都 沒有朋友可以拋頭露面 或者每天這樣做的 我們就是 幫朋友 幫他們兩個 把他們的消息 告訴大家 希望大家都支持 等他們出來的時候 都見到很多人關心他們 最後最後 就可以 又是這個廣告 可以訂閱我 Youtube Channel 作為一個小小支持 好了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